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是你们的黄老师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 那也是本周的这个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也是我们这个5月份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始 那4月份的话呢对我们来讲啊 它已经是怎么样成为了一个过去式对不对 但是啊在4月份我们所做出来的一些战绩啊 它仍然是什么仍然是记忆忧心的啊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4月份来讲的话呢 整体的一个胜率啊是在了66%啊 这样的一个胜率 如果说啊在4月份你是每一笔操作 都是跟上了我们的一个脚步 那你的一个账户的一个余额啊 绝对是什么绝对是属于一个盈利的啊 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 好朋友们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 重点的机会啊都有哪些 首先我们看到的正是我们的一个牛美啊 纽圆一小时的一个排面啊 我们来看一下 纽圆的话呢当下的一个结构啊 这一笔它仍然是处于一个什么 上涨的一个一个趋势当中 对不对 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操作的话呢 是在哪里啊 是在这个景线的这个位置啊 去做它的一个一个多点啊 朋友们去做它的一个顺势的这个多点 那这个景线位置的话呢 这个多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笔啊 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 那它这个多啊是怎么样 是直接跌破对不对 那对于这一笔上涨的一个什么 短期的一个微反还是怎么样 还是在这个区间构成一个震荡 对不对 所以说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这一笔的这个多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这个这个多也是什么 这个看震荡的啊 看震荡的这一笔的一个多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直接对于前面这一大笔的一个微反啊 这样的一个概率性啊 还是比较比较低的啊 比较小的 所以说纽缘的话呢 这个多点啊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一个权重的 一个高分的一个凑量啊 那大家的话呢 就可以去重点啊 重点去关注一下 我们的这个纽缘 除了我们的这个纽缘之外的话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什么 我们的一个呃 呃欧美啊 朋友们欧元 那欧元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分解一下 他当下的一个状态啊 当下的一个状态 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朋友们他进行了一个什么 啊 一笔这个 呃 急速的啊 急速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上涨 进行了一个微调 对不对啊 进行了微调 然后又进行了一个什么 加速的一个 一个一个状态 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构成了一个什么 微反啊 微反急速下跌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然后又进行了一个什么啊 小区间的啊 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昨天晚上啊 又进行了一个什么 一个 急速的一个拉伸 所以说当下啊 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什么 看作是三笔结构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一笔 这边的话呢 调整段啊 我们把它看作为是一笔 然后的话呢 这边急速拉伸 又是我们的一个 加速的一笔 对不对 所以说那对于我们 今天的一个操作的话呢 是做它的一个什么 去做它的一个这个 去做它的一个多点啊 朋友们 那它这个多的话呢 是在哪里啊 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那对于昨天啊 昨天的这一笔 急速的一个上涨之后 对不对啊 在这个区间 我们看什么 今天的话呢 那肯定是在看这一个区间的一个 小的一个调整啊 朋友们 小的一个调整 那欧元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呢 是做它的一个什么 去做它的一个调整的啊 朋友们 调整的一个多点啊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去看它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多 那当然的话呢 这个多的话呢 属于什么 是属于一个打点的啊 朋友们 打点的一个多 有了利润啊 就要离场的一个多点啊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除了我们的这个 欧美之外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美瑞啊 朋友们 那美瑞的话呢 它的级别就稍 相对来讲的话呢 会大一点啊 是思想是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结构 那美瑞啊 自从这一笔的一个 逆动能的一个出现之后 对不对啊 再进行了一个什么 上涨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什么 76.4啊 内回挡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那它这一笔下跌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76.4 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它没有怎么样 没有给到啊 所以说就打破了 我们的这个内回挡的一个结构 然后后期的话呢 构成了一个什么 构成了一个什么 震荡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所以说那对于美瑞 当下的一个思路的话呢 我们是做它的什么 去做它的四小时级别的啊 一个震荡的一个多点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这样的一个位置 去做它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多 所以说那只是说 它这个位置只要给到了啊 朋友们 只要给到了这个多点 我们都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位置啊 选择去分批去进场 去做 去做它的这个 震荡的这个多 好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早盘分享的一个全部内容了 那对我们阿萨社区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或者是来到我们的这个学习班啊 跟我们这个新老朋友进行 一起学习啊 都是可以的 好 那今天的话呢 也祝大家这个交易顺利啊 同时的话呢 也在这个五一的一个 放假的一个期间啊 希望大家能玩得开心啊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早饭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